大家好 为什么饭店的炸蘑菇酥脆又好吃 只需要掌握一个小技巧 今天就把正确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蘑菇撕成小条 再加一勺食盐抓匀 腌制十分钟 杀一杀蘑菇里的水分 空碗中加一勺面粉 两勺淀粉 一个鸡蛋 少许盐 五香粉 孜然粉 花椒粉 少量多次地加入清水 搅拌均匀 调成拉丝的酸奶状 接下来把腌好的蘑菇攥干水分 依次裹上均匀的面糊 五成油温下锅炸 小火慢炸 不知不觉 我已经发了几百道家常菜教程 还没能得到你的小红心 这个视频 你就给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你了 炸至表面发映微黄后捞出 锅中油温升到七层热 下入蘑菇复炸一次 这是酥脆的关键 炸至二十秒金黄后捞出 撒上一点辣椒粉 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干炸蘑菇 又香又脆 好吃到停不下来 喜欢你也做起来吧